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一套一套 但是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唱歌只能看着卡拉OK那个字才能唱 那因为你背不下词了 不是 我即便拿纸看着词 我听这个音乐伴奏 我唱不准点 那是节奏的问题 那是节奏的问题 节奏感 就是啊 那就是节奏 你为什么就节奏感好呢 也不是节奏感好 还是要多练吧 我觉得 我就节奏感等于零 是吗 而且呢 我就发现节奏感等于零很要命 因为我经过对多学科的考察 各个学科的人 记忆到了顶尖的程度 他都会给你讲出节奏这个字 说相声的 作家 干什么的 搞政治的 甚至是练武打的 我那天说最近有本书 叫逝去的武林 讲的是老社会里 那真正的这个武术界的这个事情 你看行一门 他就说呀 两个人真的比武 不是像咱这种表演性 真比武的时候会发生一个现象 因为那个剑步融发呀 你你你你根本不能思考啊 下意识 而人会下意识的模仿对方 两个人比武往往靠的是节奏 比如说我这个步法 你要是弱点 你不由自主的 其实他说的我觉得有点像催眠 比武的过程中 你不由自主的就在模仿我的步法的节奏 一下子我就把你打趴下来 就是你我带着你走 你就傻了 不是说演戏吗 也是有节奏 对 说那个拍一部电影 也有电影的节奏 生命啊 就是一段一段节奏组成的 但是呢 有的人的这个生命 节奏就乱了 这个事啊 我挺受触动 还是徐老师从香港带来了一张报纸 香港的这个明报 香港明报呢 最近做一个在西方讨论特别大的一个事情 我先给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小这个小孩子哈 名字叫阿诗利 这是他一岁时候的照片 你再看下一张 阿诗利的智商等于三个月大的婴儿 整天只能躺在床上 你再看这张 这是上个月拍的照片 他呀 实际年龄已经九岁了 但是呢 他现在是六岁的体型 而且医生说 他一辈子 所以我就说他的节奏 他一辈子都是六岁的体型 这是谁决定的呢 他父母亲决定的 就说这个孩子患有脑病 父母亲就发现 这个你看这儿 这里说的 不能说话 不能走路 抬起头来吞食物都不能 三年前开始出现 步入青春期的这个迹象 他的父母要求医院割去女儿的子宫 盲肠和乳雷 什么叫乳 乳 乳头吧 大概就是 并且注射雌激素 令他不再长大 永远停留在六岁 他的身高预计一直停留在1.3米 体重75磅 他停止长大呀 能避免很多病 比如说长期卧床的这个褥床 还有说呢 切除子宫 能够避免月经 避免子宫癌 切除这个乳腺呢 这个可以防止乳房的病变 而且还可以防止遭受这个性侵害 所以他父母啊 也是很苦 特别痛苦 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这是西方现在讨论 就是说叫枕头天使 阿什利的这个 2006年 全球医学界最大的事件 就是这个枕头天使 对 因为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就意义在于他 他将来就是一个三个月的灵魂 三个月的脑子 六岁的身体 三个月的脑子是天生的 六岁的身体是人造的 所以在医学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科学怪人 你想20年30年以后 他30岁 可是他还是这么一个 你想想 这么一个天使的脸 30岁 他还是这么一个小孩 就永远长不大 这么一个天使 所以这就给大家带来了 很多医学 医学道德 各种各样的伦理上的困惑 真的不得了 女性 看她照片 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的事情 比如从感情上理解是一回事 从理智上理解又是一回事 就像我们说这个 安乐死 所以在很多国家 已经法律通过了 可以安乐死 那还有很多国家不通过 另外再有一些 可能那些宗教国家 会觉得上帝造了我们 就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改变 不应该怎么样 死亡也是应该自然的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同意安乐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探讨的一个话题 简单的讲 我觉得就是说 允许让人 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痛苦 他肯定是非常痛苦 这样的病人 非常你难以想象的那种痛苦 他觉得生不如死 所以我才去选择死亡 另外一个就是说 让自己死得比较有尊严 所以看来 他这个枕头天使的问题 他只是 戏剧性的把它揭露出来 其实类似的现象 这个人类啊 到处存在 是不是 很多人指责他的父母啊 他父母就很伤心 指责他的父母的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比较明显 就你刚才讲的 父母说我们是为他好 这个层面在西方的一般道德来讲 某人为某人好来替他做决定 这个是不受赞成 就是说 以他是儿童 以他没有能力来判断 我们为他好来替他做决定 这个很多人不同情 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他父母面对 他父母要照料他一辈子 一辈子 你有了这个孩子 我的父母的一辈子 也彻底改变了 对不对 那就想 我就把他留在床上了 因为他本来就起不来 那长大以后 他起不来更难 所以就把他改造成这么一个人 那么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就是说 你去残疾人中心看看吧 你看看有多少残疾人 是怎么生活的 就是说你不能 他的意思说 你父母害怕见到一个残疾的小孩 就把他改造成一个比较低的小的残疾 永远也长不大 永远长不大 其实残疾人也是人 对不对 就算他只有三个月的智商 可是他人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 对不对 可是这个权利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是说 其他人知道 你不能以为这个人本身不知道 就可以对他施行 另外那你要是这个逻辑通的话 那世界上有很多暴行都被容忍了 那以前的那个那个曾杰 曾父杰父啊 小脚啊 他们都是自愿的嘛 那你帮他做的难道都是对的吗 不是的 是站在社会共识的角度来讲 你不能说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 其实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人道标准 提出这样的批评 就是说你父母 你要正视世界上有残疾人这么回事 叫他们到残疾人中心去生活一个月 他说你去残疾人中心生活一个月 你就会知道残疾人 也是人在世界上他们怎么生活 你不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消灭 或者是改造你的小孩 是这样的角度提出批评 所以他背后带来的伦理 这选择太难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袁安的想起什么 我呀 我首先想起一个例子来 就是说我一个运动员吧 我是认识他那个照顾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这个受伤以后也高位接瘫啊 生活不能自理 也是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呢 就一直在照顾他 照顾他帮他治疗啊 恢复啊 那么甚至大小便啊 包括这个月经啊什么 这都要去他清理啊 去帮他弄 实际上是一个很很琐碎 非常具体 而且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挺挺 这怎么办 所以他的父母也是这样说 其实所有的照顾责任 最后是他父母身上 这位写了一些信也是蛮感人的 就是说他他他他说 他那个小孩摇着头 给他一个娃娃 那个小孩不知道 海盗般的粗鲁 对着对着那个那个那个娃娃 然后医院里大家都来围观 然后向他 就是一直看着他小孩 他父母的心里 怕他受欺负 怕他受欺负 我看这条新闻 就反正我看 尤其这个照片 看着心里的感受 所以你就说这个就是说人生老病死 这个一大苦啊 就是这个病可以苦 我总觉得人呢 就是一有孩子 这个生孩子是一件巨大巨大的责任 巨大巨大的责任 就是我跟你讲 你像我们那导演 就生了孩子啊 有一天跟我说 说这小孩哭 你能想象到吗 小孩哭 抱着他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他就一直在那哭 你知道吗 哎呀 饿了呗 也不知道是饿 你喂他奶 他也不吃 喂他怎么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那个时候 你就是作为当爸爸的 就开始 也觉得我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 你知道吗 但一个可能是个偶然性的 生这个孩子 有时候会有这么一个 鲁迅的说法 说一个小孩哭 而且眼睛滴溜溜的 看着房间里的人 他说他是在寻找异性吗 不 谁都知道他要喝奶 不容易觉得 其实父母对孩子那种 那种关系 那种关怀 那种养育 其实是说不尽 而且特别的琐碎 很多事情 把他们就抚养成这么大 我想到一个什么例子 就说这个孩子不是脑瘫吗 就等于是智障啊 那种 我们小时候 我们在中央乐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上学 然后我们有个老师的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叫蒙古症吧 就是财食界的那种 有一种病人 长得都是一样的 从小的就 我们就知道他老师会带着他来 有时候会上课呀 我们见到他 就是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智障的 一个儿童 跟我们也岁数差不多 那么在前些年呢 突然发生了变化了 不是说他就变成正常了 而是说他突然有一个能力 这个非常奇特的 就是他突然可以绘画 而是天才 真是天才和这个 有时候说这个傻子就是一念之差 就是说 有时候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 会不会去研究他 就是说这个在脑子的当中 这个 就是哪个细胞和哪个细胞 大概是挨得很近 或者是他怎么样 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 怎么样 后来画的画特别棒 而且他所有的画 都是听着音乐放 他爸爸是一个 特别著名的作曲家 然后呢 听他爸爸的作品 他就会两眼流泪 然后就会说 爸爸我要画你的 那个第几号交响乐 听马友友的作品 听马友友的那个 大地形曲子 听某某大作曲家的曲子 他就可以画出来一幅画 而且这个作曲家 本人看到之后 非常的震惊 说哎呀 这话就是我的 那个音乐所要表达的 那种意境 所以特别令人震惊 但是这个遗传基因 很有关系 我最近这个感觉 就好比你说像智障 或什么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呀 我们对于生命中 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你得有一种敬畏感 你不知道 也许比如说 他的病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在另一方面 他表现出某方面的天才 或者呢 甚至这种病 再过一些年 就有一个治疗的方法 就是说 咱们的这个认识啊 现在是太有限了 你比如说我最近啊 这个要不跟你讲 看本书 挺有意思 叫精子战争 这书挺好玩 我跟你说 他 我跟你说 许老师 首先我说 美国人写的 美国人 罗宾贝克嘛 首先我说 他这个书啊 就说明咱中国出版界的 这种保守 这显然是个学术的一个书嘛 这很严肃的书嘛 但是他可能用一种 比较生动的描写 然后呢 你看这个专家岛屿 序言写 恨不能写三四个 告诉你 可不要以为这是黄色小说 而且呢 解释完了之后 还要告诉读者 我们都删截了 你说这是 我说你删什么截 我认为你删截的 就是我最想看的 跟精兵们一样 此处删截两百 就是我认为是出版社 你把我当智障了嘛 我做智吗 那我不懂看你删截 我不是 我就是说这个书 我现在出版各行各业 他们都有个标准 就是十五六岁 以这个年龄为标准线 就别超过这个 可以像香港一样 有分级嘛 不是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这个精子 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人 为什么一下子 需要一个亿吗 需要上亿的精子吗 不需要吗 过去以为都是奔着 奔着那个 有后卫 有后卫 我听过 对 你只要发现人类 这么多年的进化 这上亿的精子 有不同分工的 跟一支军队一样 比如说 这科学家 把两个男人的精子 混合在一起 顿时发现 开始作战了 好家伙都有 自我牺牲 他们是要打仗的 一部分精子 作战 拦截 一部分精子 使劲 拽那卵子 他就是专门负责 去受精的 你知道吗 他是有策略 再者说 你比如这个书里 让我想起 今年是猪年 好多人 都是种子选手 你倒是这男的 明年 马上明年吧 阴历年 阴历年 都想生孩子 猪年 现在有些 是种子选手 老公 就是种子选手 给这老婆 给逼的 满天飞 为什么满天飞 因为现在工作 竟是分居两地的 你知道吗 两口子算 我拍卵机 坐着飞机 去干嘛 就去找 找这个拍卵机 你知道吗 太可乐了 去找人 没错 你听说过 我那天听俩女的 两个做老婆 都想生孩子 交流经验 把我笑坏了 我听一位女的说 我这个每次 我都拿枕头 垫着 都不管用 老实不受孕 那女的说 不行 拿垫着 哪管用 我每次都倒立 我老公在床上 看报纸 我在前上倒立 这一段子 这肯定是段子演绎了 我听见的 俩女的说的 真的吗 真的倒立 倒立得半个小时 你说这里是运动员 这个东西 我觉得更多的 应该是动物的本能 是一种自然的 一种状态 我觉得生理 人都有自己生物中 会有他自己生理的 发出的一个命令 然后虽然我们 虽然听不到这个命令 他身体各部位 是可以感觉到 这种指令的 我觉得 烦恼是没完没了的 你看你没生 就有烦恼了 对不对 怎么生 生下来 出了问题 那么多烦恼 特林宝 那个父亲 一出戏 还讲了另一个烦恼 是怎么的 那好端端的 那个上校 还是大校 他跟他老婆不好 他老婆 要为了害他 要气他 突然就想个方法 告诉他 说他的女儿 已经长得蛮大了 说不是他生的 然后那个父亲 就呆掉了 然后他就到处去问人 到处去问人 然后大家就当他神经病 因为谁都笑他 哪有什么 自己的小孩 突然跑出来说 说不是他的呢 他就到处 最后 渐渐渐渐 大家都 大家笑他是神经病的时候 他就觉得 这事情可疑 你知道他老得不到 好好地回答 最后他就真的 就是变成一个精神病 就是真的 就出现了一个精神病了 所以你说 这个小孩 这个事情 多麻烦 强大的本能在驱动 我最近有一个怪论 我觉得人 要不说 你以为你是个人 其实你就是个容器 你这辈子 你的所有为人处事 你干的这一切 你是基因的容器 你这辈子实际最大的目的 不管你明白 还是不明白 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都是为了一个基因的策略 你比如说 我就说这书里提出一个问题 我才刚看开头 我就发现一问题 为什么不想怀孕的时候 经常就会怀孕 想怀孕了呢 老是不会怀孕 这就讲啊 原来再者说 为什么夫妻二人 咱们现在说夫妻感情 就说夫妻生活 好像例行公事 明明都觉得很无聊 但是为什么你还要例行公事呢 我们通常解释 感情啊 什么亲情啊 爱情 这些理由 照这本书的研究 这是你不能自控的 人的本能 比如说人类必须对他繁殖最有利的 保持一种例行公事的性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呀 就人类女性的这个排卵期 你永远算不准 虽然说是这个多少天 还有研究 多少天 专家 这是专家 对啊 你比如说卵子 它就存活一天 精子呢 这还真不知道 对 人这个射精之后 精子大概 就算女的一个月三十天里面 只有一天是受孕的 没错 而男的呢 你问他 他哪知道 他应该知道 他是这样的 就是过去我们说有一个排卵期 有时候按照这个来算日子什么的 其实后来又有人想的 这个排卵期未必准确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只有一天才有效 对 而且这一天太难算了 这个作为精子 你别误导众女 这是有数为证啊 这个精子出来之后 要到两天 他得等两天 才能到达一个 碰到那一天 比较适合受精的状态 而且呢 一般人拿立架来算 对吧 但是极少有女性的这个立架啊 是每个月都一样 就那么机械特别准的 而且受心情受什么的影响 所以呢 就是 这是说这是女的策略 他这样他可以选男的 你知道吧 男的你闹不清 我什么时候排卵吗 对吧 但是作为男的 也要有一个应对的策略 如何保证你生的孩子是我的呢 最好啊 我每隔一个礼拜就跟你发生一回 这样保证啊 一个概念 落不了 让我经常的有我的这个精子 有数量保证 留在你的体内 有时间保证 就是 所以说 港少定期的换港少 对 所以你甭嫌夫妻俩什么例行公事 你讨厌 这是本能决定的 你们愿意不愿意 你们每个周末 也得例行一下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一说精子徐老师来见 科学上我不懂 但文化上呢 我有点联想 就是说 其实啊 男人啊 忧虑自己的这个东西 就是 什么东西 就是 自己的这个东西 被人错认了 这个焦虑是男人永恒的焦虑 没错 所以奠定到所有现代社会的基础 你知道 最原始的时候 男人比方说 一个男的起来了 他跟一个女的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余下来的 他一天最主要关心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女的不要跟别的男的来往 不要跟别的 不要让别的精子进入 对 为了这做到这件事情 所有的人类文明 男性就做三件事情 第一 把女的关起来 不让他出去 嗯 多少年的这样 所以就后花圆了 这个事情 第二 用其他东西交换他的自由 就我给你多一点野猪肉 你就不跟别人 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对不对 我给你LV 你不跟别人 第三最根本的方法 就是教育洗脑 把这个女的洗脑了以后 就是说 跟了我以后 跟别人再进入 是耻辱的 那就不算好女人 今天那前两条 虽然还存在 但是观念上已经被打掉了 可是第三条 男人是最成功的 他久久的灌输到女的 使女的觉得 一是好的 对对对 一辈子的一是好的 其实是男人为了防止 对 这个没错 精子被错用 就是你们知识分子 一般都是这一路 你们会洗脑吧 这个不是 方元 你觉得你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瞪着一双无知的眼睛 把一个很有学问的男人 给你洗脑 有啊 肯定有 没有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对一种 比如说对知识的崇拜 对这种学问 对一些未知世界的一种好奇 什么的 肯定是会会会被这些东西所吸引 对 你你会因为知识的崇拜产生爱吗 会 很多女的都说我得崇拜他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很多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说我 我不能我不能服侍他 我甚至不能平视他 我最好能仰视他 现在都发现才冲了金子战争的档 没错 这就是你基因的作用 这就是因为你得选到最好的种 最优秀的种 前一世里面是为了想而大 你仰视了一个人的时候 你后来发现都不是这么回事的时候 你是很失望 对 这就是男人的错误 他的本能感还装压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